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任知识的、担任二户的人问 他的家里头,其二连三点发生火灾 家中供的佛像的鼻子碰破 有损伤 曾经在在接会中对我说 可不可以在佛七期中和佛像请来 对我看一看呢? 说我要答应着 那么今天上午啊,这位担任知识的 知识啊,和他家人的人也都来了 那么我再后可以见一见吗? 这个,造相两部经常说啊,佛像要是五官不对 眼耳鼻舌,眼耳鼻嘴呢? 不对 四肢不对,和长和短 那么都不好 再就是说,给素佛像的人呢,欢喜就不好 素佛像的人,比如说我们少给他钱了 他不欢喜,与我们也不好 那么一定是把素佛像的人呢,大发的欢喜 有此我就类推啊,可能 比如说我们建筑的时候啊,这个包工的人啊,工啊料啊,一切讲分明 要是他和我们,多要当然不得好给他 要是就是多给他这道欢喜就不好 比如说现在的钱呢,他就是七百万包下来的 我们就多给他几万,叫他欢喜就比好 他要明白出家人钱不可以随便多要啊 他要修复的,那当然就好 不然我们就多给他一点点 彼此欢喜就比好 不像我可以进来看一看 那么又有问呢,说是 彼此拜佛的时候非常不舒服 心跳的快,又想吐 头重眼疼,该如何调气? 请慈悲指导 这恐怕身体,体质有关系 想吐嘛,这都不得很对 就是心跳啊,一时紧张 时间久了,心里不舒服,心跳快 又想吐,身体有毛骨 那么头重又眼疼 那么这我以为是改造佛好 改精心,找着大家门口没有什么人的地方 脚啊,用力量走 脚用力量啊,头上都去火啊,预身体好 那么就不败 不败,走啊,也随着大众念佛 脚用力量就比好啊 所以这样,佛所绕佛的工作 或拜佛的工作也是不差,一样可以做 好好绕一绕,看一看 要是身体好了,那么能拜就拜 再就是,要是有什么病,不得治好了 像那个想吐啊,心跳的快啊 这多数身体不得很不舒服 那么,有药挑着挑着好,头重眼疼,这都是病状 那么挑着挑着,能好了再发也好 不然,先绕,先经形 经形呢,是走之下 走的头,再慢慢转过来,再走,往这边走 这边走的头,再往那边走 那么绕佛是,但是绕圈绕佛 都是有功德 这个我教导这个拜佛呀,观想啊 今天早晨这样拜哈 那么还是先观想佛像 这样,然后观想 观想,供养香花,灯珠,窗帆,便宜满得了花,大地混流地 这样子,我们通常有信光,身皮加沙,两旁父母,前面当代高身 后面切众像,总统这个观想哈 那么观想常啊,也就观想在佛前用物 也就是这一些,普通说话就是,也就是这一套 总统供养嘛,那么佛像在前面 八指今生嘛,那么也就可以 那么常常一拜佛,一提示一观想,不用几乎 两分钟,三分钟就可以 不用久了,那接着就拜 增加我们这个心理,那个专注的力量 那么平常供养啊,是延尔比赛申供养 第六一时支配前五世,延尔比赛申供养 说供养好了,那么前五世就转成成所作者 那么第六一时这样子,领导前五世供养 这么观想,就是第六一时转成妙观察阵 这个,那么久久输了,常常怎么呢 一拜,那么一提示,这些境界都在前面 交比好,常常这么提示 大体一般说,我们共国都是香花灯珠,床帆,种种的 那么观想地就黄金为地 观想天地,就是天一万多的花 大体这样,再次方法以孝顺为主 为主要基本的,所以观想父母在两旁 一就是我们观想父母在两旁,就能加倍到父母 二就是提示我们自己的孝顺心 我们拜佛用功,增加我们的心力,也就增加功德了 后面一切众生呵护众生无边是远度 常常这么一观想,大体一两分钟就可以 头几拜也可以再观想观想 再接着就完全归作,痴明念佛,痴明念佛,拜佛 拜佛就是皆尽尽尽,就可以说妙妙妙妙 这是阴光导致说,就这样 头几拜,那么最初一两分钟观想观想 每天都可以做这样 不用一致的拜,一致的观想 总之我们念佛法门有正恒,有祝恨 正恒就是痴明念佛 其他的祝恨,你温着点着真正的瞻叹香 我们心里也起恭敬心,唤醒心 那么看看香花灯竹都供养起来了,过前很光明啊,清净啊,壮严呢,我们心里有关心 那么这都是祝恒 那么实在也都没有的时候,你出门在外,你就观想自己的点心想可以说是 其他香花灯竹都有第六意识心里观想 也是一样的拜,痴明念佛 但是我们知道,那么佛有大神童妙用 我们观想佛,那么佛就在眼前,一切未行造 譬如正恒佛变法界,我们一观想佛就在眼前 我们有这个圣神的信心 那么这就拜,就可以了 就是最初观想,拜的时候可以不必做一个观想 拜的时候归着痴明念佛拜的时候也好 看有啊,你们这样说一说,因为与大家都有利益 所以我就说一说,也不耽误大家的用功 给大家也可以做参考 那么,有一位说是莲友啊,一年多前 她母亲,她母亲过去了 那么这个,等着以后她母亲从病啊到 过去之后一百天之内啊 那么她送了地藏经啊,送了一百步 那么这位居士啊,曾经啊在白日这一天啊 梦着了母亲,来向她吃心 那么模样啊,很年轻 叫做壮严,安奖,文重 那么她说是啊,梦中啊,梦的是很清楚很清楚,有真实感 这个也是确实不可思议 一百步的地藏经有加持力量,法宝,法力加持 当时地藏菩萨也加持了 那么尤其是一个孝心朝祖母亲 那么母亲就能献身,得母亲 菩萨力量,佛经法宝的力量 那么这个经还是摩尼佛说的嘛 所以佛法生的力量都有关了 让母亲得利益啊,就来给献献身 那是感谢的意思啊,安慰自己的女儿的意思啊 那么说是,在这次佛期啊,第2成天念佛这佛 有的时候啊,蒙蒙隆隆,模模糊糊糊的一闪 那么看见她母亲呢,那种模样啊,很苍老虚多 那面上也显得忧愁烦恼的样子 那么这两种情况有,有两次呢,这种情况有两次 那么请示师父,这个欲提母亲有没有关系 和属于障碍,是不是障碍呢 因此说是,在过去的时候,送了一百卷的地藏经母亲现身 很安乡壮严,那么这就很好,母亲得利益很难得 我们看见了我们很亲辈,这有孝心的居士 那么在佛期之中,又看见母亲是忧愁苍老的样子 那么可能就是打佛期之中,或是用功期之中 看见过去的人们的现象啊,多数是求我们给超度 所以看见母亲的忧愁啊,苍老的样子,烦恼的样子 是求超度,并不能说是 总是母亲说是,虽然是梦中现好的人呢 母亲并没有忘记了实际 所以母亲要是这样,母亲就特意能现现 苍老啊,忧愁的样子 要求自己的女儿啊,给她再修行,再回向,好好再念佛 要是佛期之中要得一心不乱了,那么再回向回向 用章不用,但是圆满那天,回向,佛力加倍 那么弟子自成本节念这个我们的佛 那么现在得着一心不乱了,那么求佛力加倍自己的母亲 那么或者说能谢真给弟子看一看,弟子也满怀的欢喜也感觉安慰啊 那么求佛慈悲加倍啊 并不能这个,前后的梦并不能说是以前 母亲很好,梦到现在要梦得不好了 都是母亲求佳的意思 不至于有什么,现在母亲又不好了 这是很难得的创击,要是对母亲修修灰向啊 那母亲一定能好的 有病的我们都可以回向啊,也可以写个入位啊 或者在入位上贴这个名的,都好啊 那么不过有病的人呢,应光大师就说 那么我们要是有重病的人,大多数是刷业所干 那么发心吃素,那么发心修行 那么再就发大悦 讲到这我就想起来 那么初出家呀,不要以为是 这个,我们弄个精涉,很精致的精涉 那么在里头,不是逍遥自在,好好用功啊 嗯,那是错误 我们初心佛,以至于初出家,要参访 参访的地方不多,尤其现在 不过在以前在大陆上,就是女众出家也很少参与 也这必有啊,这必有啊,现在我们大陆也没有 现在,我以为反倒不如在我们台湾,有几处修行的人 有几处修行的地方,是精涉哟,寺院哟,我们可以参访 参访的地方一定如法,比如说我们要是女众,我们就到女众里面参访 我们是男众,就到男众里面参访 还有很用功的几位男众的法师,我们听听这个修行师 那么红衣大师就很好的眼前这个模范啊,红衣大师的修行 我们做不到百分之百,能做到多少分就得多少分的利益啊 再就是印光大师 那当然在那个兴致,或者用司机的有,用怀路的有,摊虚大师的一切一切 那么可以听一听,亲近过人,给我们学说学说,我们体会那个去用功 就很难得,就很好啊 眼前台湾中南部,我觉得北部,说是能很如法的,中南部的道中,我觉得北部还哪儿 那么去走一走参访,参访,参访不能说是去了两天就下山 一定多勉强住几天,那么以至于要是交易不错了,我们再住一个月,两个月都好 那么这个久久啊,能体会他在里头的长处啊,我们跟着学啊,好处啊,跟着学啊,才好处啊 要参访,那么自己要是有地方,也可以有地方住 嗯,那么可是要出去参访 不过再进一步讲啊,参访是千里参访,为得寻师方有 不但是,那么是老年时,法时我们跟着去参访 就是平常很修行的人都很难得哦 我觉得南中有几位大学毕业的出家,那么可能很魔法 这几位将来都能与台湾全部的话都能有力量 嗯,因为像我这一半都老了,那么现在这是新人啊,那么大学毕业 现在要是刻苦耐劳啊,坚决的那个道心去修行啊,这以后都有成就,成就就能发挥力量 嗯,那么对佛法就有贡献 嗯,我知道还有三位啊,可能还多哟 嗯,那么女众的法师,诸位也要打听,要知道 嗯,不但是说是,呃,长一辈的,大体差二十岁 或者早出家十年,二十年,就是做诗,而看 嗯,那么年纪和我们相访,出家不太久 都是我们出家,呃,两年,三年,那么这一位,您是出家,五年,六年 只要他的心持好,很修行 嗯,那么为人还讲的很,嗯,嗯,安详,文重,慈悲和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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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再是有解,又有有行 嗯,嗯,嗯,那么这样的人都可以,这算做朋友看,做道友看 嗯,也可以大家联合起来,嗯,四,四位三啊,四位比丘,你比丘 那么个人,四位比丘,就四位比丘在一块儿做啊,这算一个众,一众,四位算一众,三位不够 那么女众也是,女众就和女众在一块儿修行,也是四位,四位多了,那么五位,六位,八位,十位都可以 这个仍然还不勉强增加,有多少很如法的,有多少算多少,而不必先要好众,人多,都很如法 那么,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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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说古兑的时候,有这种事情,传呢,什么传也有,传就是说,舍则为是,把自己住的经社,把自己住的家里头,那么给大家一同休息 也可以说这么说,我的地方,我让大家来。 也可以说,就像大家的地方,我参加在里头。 那时候日本的皇太子,他在宫中请什么样的博士, 都可以教他,都在教。 我们中国古都叫太师,皇帝的时候叫太师,太夫。 太子的时候叫太保,都可以教,都可以学,可是不。 日本的皇太子到学校去读书。 皇帝的家请什么老师都有,一定。 那么日本这一辈的皇太子还到英国, 英国有那种贵族学校也同学。 那么这个意思,普通的学校能学成真正的。 好的,三人性必有五十。 不好的,那么也可以有五十。 我们不怎么做呀。 大多数好的,还是多的多,好好的。 那么要是有这种人呢,很修行。 平辈的大几岁,出家。 早几年,长一辈的,能大到二十岁。 那么出家,那么早十年,早二十年,也可以多亲这一块。 那不过常常品宴,常常品宴,观察人物久久的, 那么,确定的。 他不是自己一人,那么另外还有两位,还有姊妹出家, 大家一起看,这位道友很好,就请了一通修行。 同时,我自己住这个寺院,经设不能说是我,我怎么的就怎么的。 我公开,我们大家拼等一样,这样自己修行得利益。 一个人呢,我们五十节来的这个厄莱野市啊,这个新的仓库啊。 那么,什么都装,好的也装,不好的也装。 那么一个人修行,好的起来了,种子起来了,我们勇猛精进行, 那个不好的种子起来了,自己就随意啊,就容易放逸啊。 那容易放逸,有时候在遇着恶缘呢,或者在病院场中, 这个道业不那么进步。 有人,大家在一通,好。 我一个人住过茅棚,我一个人住茅棚啊,我就是住持咯。 完了,需要帮手,我就是副住持咯。 完了,我自己做饭,我就是点做咯。 我要煮饭,我就是饭头咯。 我要上街买东西,那么我就是算是护士咯。 护头咯。 这一个人麻烦,那么有钱请人,那断断不出来。 那是那个,那么有钱的人,那么不好,一定好好的自己断断,大家修修才好。 那么,所以处处家要紧是要参盘,然后有通修的大众,四个人是一众。 那么,不然,那么十个八个,渐渐地观察,渐渐地增加,要确定了,那么大家就好好再修修。 这样子,就要比是小规模的丛林,就要比进步的快。 就像海线的树木,一棵树,叫那海风啊。 像那个什么销啊,通销啊,或者是火车到海线走啊。 看那些小树被风刮的,都要倒了。 那么再厉害的,这就是就倒了两根八了。 那么,要是树多了,就是防风林了。 不但是防风林的树木不能刮倒,而又能,眼前又种瓜,又种果, 它又能帮忙刮果,防风。 那么,大家修修也是,人多了,就是防风林。 好好修,这比好,彼此勉励。 定着世间,目无春中。 定着世间,早课,晚课,蒙山课。 定着世间,一期诵经。 定着世间,一同拜佛。 为了切磋做磨。 这才够磨的啦。 有切磋啦,这才需要这样的,这比好。 要有这样的法心。 做充林,做经社,做通修的地方,最少四个人。 我也激励,告诉,教导,教导,帮忙。 那么这个,可以这个,有这个创意线什么的, 也要可以写在那个,直接写在那个连维上,做好。 那么写的时候,我要恭恭敬敬地写,不要草酸,就可以。 那么我今天讲的事情,大体想到了,就是,出家,不要一个人自己住。 住的地方要好。 大宗教别都修行。 入,就是,入,至难这世啊,久而不温去这个,去想,自己也变了,也好了,也是至难了。 嗯,要住好的地方要紧。 你们打定打定。 那么中部,南部,或者北部。 那么我但知道,中部,南部有些地方不错。 那么大宗之间也不好意思说。 那么自己都两个人结伴,那么三个人结伴,一通去采访走一走。 这比好。 那么都讲过了文化。 因为关于诸位的道义的前途很重要,所以我就这么讲一讲。 就是打佛妻我们也是,五百个人的丛林嘛。 我们一起拿,这个又切磋做磨呀。 那么在这个大宗之下,都有规矩。 都有规矩。 那么有规矩的时候,有纠缠时,或者住址时。 就很严格的,大家有畏惧,在这面前修行。 那么优秀的要奖励,那懈怠的就要勉励他。 那么大宗有特殊的怎么修行的。 我知道还有那一打板,人家一早上去,马上就打宗。 不能说是晚一会儿。 一些他自己打宗,或者别人打宗,他就上去打宗。 那么一打板,香灯时,马上就到尿火堂点香。 那么好用功的人也就早起来。 那么这样子,大家这个道风就不好。 道业也就都能进步。 要像这样好。 不要自己一个人住,不相依。 像洪一大师那时候,他让人家那个性格。 那么他让人家也是出家,那么几十年了才那么修行。 就那么样洪一大师还对他的学人, 在那个洪一大师书间里劝勉学人, 那么到这是五十年前的事情。 五十多年前,劝道各,将南各丛林去参访。 那么就解采了。 enden。 好,对我估认诡计又是 luôn。 然后留下面休息 Certainly。 我好了。 非常好。 觉得是 fingers吧。 我闫着了。 我给你们终于一个写茲女。 第一ètement剪装大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